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9月16日 曼联时应苏列夫 周五凌晨 欧洲联赛分组赛基战联场 其中深处一组的英超豪门曼联将做客挑战摩尔多瓦队伍苏列夫 曼联无论实力亦或欧战经验都远胜苏列夫 而且他们首轮分组赛告负 球队急需全力抢分 因此正中球员经账定币战役浓烈 在此等情况下 各方面军战优的曼联肯定会拼尽全力抢三分 苏列夫本届赛是从第四圈加入战团 当时他们面对佩利克 结果球队两回合都未能在法定时间内解决战斗 最终仅通过残酷的12码大战 才惊险淘汰对手得以机身分组赛 可见球队并无太大竞争力 另外 摩尔多瓦联赛的水平十分有限 苏列夫整体实力与一众欧洲豪强相距甚远 他们历史上在欧洲联赛赛场整体表现未如人意 总体胜率仅为20.37% 而且其间攻防表现亦难尽人意 尽管首轮分组赛已胜利告终 但他们所面对的奥摩尼亚实力雷若 完全是宋芬童子的角色 因此获胜含金量明显不足 此番迎战实力强横的曼联 舒列夫必然会备受压力 另一边乡 曼联分组赛首轮对正希甲敬旅皇家苏思达 结果他们在坐镇主场以及场面不落下风的情况下 以灵比一席败给对手痛失三分 一众球员可谓满腹怨气 宗观应组参赛队伍 金杖对手舒列夫以及奥摩尼亚 无疑实力最弱 因此志在出现的曼联肯定不愿意在他们身上失分 球队上下金杖必然会做好准备 因勾翻船的可能性极小 此外曼联近其整体状态颇为不俗 在上仗落败前 球队曾好取一波四连胜夹击 其间更是火力全开 马古斯拉舒福特 安东尼马图斯以及基顿星祖等主要攻击守军有入球进仗 球队攻击群的威力确实不容小觑 尽管此番做客出战 但曼联最近二仗做客赛事均已胜利告终 而且期间都能临风对手 可见球队现实客战能力值得信赖 综上所述 曼联此番出征取胜在望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